在娱乐圈中 有着很多明星夫妻 这些明星夫妻在婚后的生活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在结婚没几年后 就走到了离婚的地步 有的则是在结婚多年后 依旧是非常的恩爱甜蜜 玩心幸福 这也是惹得无数网友羡慕的 就比如吴京和谢南这对夫妻 就是网友们公认的模范夫妻 说起吴京和谢南的爱情 不得不提的就是两人在刚结婚时 谢南为了吴京拍电影的梦想 全身心支持他这件事 就连吴京拿两人的婚房去贷款 谢南也是义无反顾的支持的 这也是后来的吴京在创下一次次票房神话后 谢南也经常被网友们拿出来夸赞的原因 虽说吴京和谢南从恋爱开始 就一直过得非常幸福甜蜜 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两人在第一次相见时 谢南对吴京的印象可是很不好的 因为当时吴京再见到谢南后 就对他有了意思 而身为大老粗的他并不知道怎么搭讪 所以在找不到话题的情况下 只能很生硬的问谢南用的是什么香水 谢南在看到无惊尴尬的表情后 迫于礼貌回应他是谢后排的香水 则料谢后两个字给了无惊灵感 直接就问谢南是为了谢后我吗 这样突如其来的土味情话让谢南都傻眼了 顿时就感觉这货也太轻浮了 我觉得我用的那个香水 我觉得今天用的一个香水叫谢后 然后他说是为了见我吗 是为了谢后我吗 哎呀 你不用以为是好印象啊 我当时对于觉得轻浮 怎么这么轻浮 还好在之后的采访和相处中 谢南才开始对吴京的印象有所改观 加上吴京真的是诚心诚意对待谢南的 所以在感受到吴京真诚的爱意后 谢南也就顺理成章和他在一起了 两人在结婚后接受采访时 谢南还现场爆料吴京第一次见他爸妈的爆笑场景 当时的吴京再见到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男后 就很豪气的跟他们喝起酒来 当喝到尽兴时 豪迈大气的吴京还将老丈人称为了大哥 这称呼也是将谢南整得哭笑不得 而吴京也是在第一次见面时 就给丈母男和老丈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轻轻松松地过了家长之关 之后两人在领证之前 吴京还做了一件让谢南惊讶不已的事情 那就是将自己的存折 存款以及房本等都给了谢南 把谢南给吓得急忙拒绝 而谢南的拒绝也是忍恼了吴京 直接反问不拿我的钱 是不想跟我结婚吗 不得不说 吴京这直男的脑回路也太可爱了 而吴京在凭借着战狼系列大火之后 他也是经常带着谢南出席活动和参加节目 有时候两公婆还会是爆料他们的日常趣事 很多时候都能将观众们逗得哈哈大笑 就比如在天天向上这档节目中 吴京就很霸气地说自己没怕过任何东西 唯独怕谢南突然从背后抱着他 在听到吴京这话后 谢南立马就气坏了 当场就告起状来 很愤怒地告诉吴京 不是你怕 是我怕才对 而谢南之所以这么说 主要是有一次谢南想给吴京一个惊喜 所以就突然从背后抱住了吴京 则料吴京作为学武之人的肌肉反应 下意识就给谢南来了个过肩衰 把谢南都给整傻了 这惊喜确实是够惊喜的 这话让现场众人都哭笑不得 不得不说 吴京和谢南这对夫妻 真的是非常接地气的 那么对于这对夫妻 你是否会喜欢他们呢 刚才吴京说啊 他特别害怕你从后头抱着他 什么他特别害怕我 是我特别害怕从后面抱他 因为你从后面抱他可能会有这个 直接吹到这儿了 我在后面有点个惊喜 说哎亲爱的 他就会直接这样啪啪 然后我就已经傻了 我说这这发生了什么吗 然后他说你不要从背后接近我 你先喊我一嗓子 老公我来了 然后再过去 他是肌肉反应 对 习惯性的一打手啪 你就下去了 鸡粉 啪又背回去了 Ost Ost